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尼图 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个恐龙快打迈斯的速通 也是来自于街滴大神 好在游戏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又给大家带来一次 因为这一次的速通真的是飞途反响 为什么飞途反响 因为这一次速通可以说是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个游戏的极限了 真的是极限 再往上的话就是需要用到TAS 好这儿已经骗上暴击 然后捡了一把冲冲枪 快速的清掉小兵 OK没有问题全部清掉 之前的速通啊 说是世界纪录的话 可能心里边没有底啊 这个不知道国外的高手到底能打多快 但这一次不一样啊 这一次可以说是这个游戏应该是极限了 极限的速通了 好这儿先看第一关的boss 一关的boss手雷起手把统能打掉 好一个飞扑拉回去找位置 还没有跳啊 这个boss有点不配合啊 跳过来要快点 不过应该是问题不大 好的刷伤无敌 再来一套暴摔带走 没有问题啊 非常的流畅 这一次接地纳神打出了整个通关只用十八分钟 刚刚好刚刚好十八分钟 你可以想象到底是有多极限啊 基本上是每一步的操作都达到了完美 每一次操作没有事故啊都是完美的状态 所以这一次的速通应该就是整个游戏的极限极限速度了 真正的极限 在网上的话应该就要靠踏实有很多观众不是很明白啊 为什么踏实能比这个实战快这么多快好几分钟 其实非常的简单啊 就是实战是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而踏实的就没有什么不确定性啊 都是自己想要的 想要什么状态都是依靠这个sl不停的刷 刷出自己最想要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踏实能快这么多 好这儿我们看一下这一关的boss啊 先捅起手OK咋翻 左右摆拳没有问题 扔出来再来接一套 两套应该打不死啊 应该要三套OK 再扔过去第三套左右摆拳直接打翻 没有问题非常流畅 这个左右摆拳已经到了极致 非常的完美 踏实的操作实战是完全打不出来 完全打不出来 因为实战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就像打boss的时候 这boss不配合你啊 这就是不确定的因素 好第三关 这一关的话就看下车下得够不够快啊 这个前面就说 往前开 到达boss的时候就要赶快的下车 如果这一关下车下慢了 还是非常影响这个速度的时间 OK 再往前走 踏踏这一关的boss 好 吃手雷 一直吃 赶紧吃 好 这撞了一下 撞了两下 这不撞是更好 下得更快 但撞了也不所谓 好的 这下车 ab刷一个无敌 先打一套 直接打残 再刷一个 来 带走 哇 最后还接了一个ab啊 这个就非常的细节 因为ab打到人的话 会少血啊 可以看到啊 用ab收尾 少了一点点血啊 少了这点点血 能做什么的啊 这个结算的画面就稍微快那么一点点啊 你的血越多 过关的话 结算画面就越长 那这样看的话 这个书冲已经把细节都做到底线了 非常的了不起 好拿上枪 走 好看一下这能出几个雷 打出两个还有一个没打到 我没关系啊 三个雷应该是够用啊 赶紧清 我这个反应非常快啊 在boss 这不是过啥 这这哥们在后边搞偷袭啊 直接一个ab 把他的仪器平A给躲了啊 这个反应 反应也是极限了 好的来到 拉到底 把屏幕拉到底 ok 用枪赶快清 好这个雷跳一下 非常笑两个一个炸药啊 不是雷 好减一个扔到硬币处 直接全部炸翻 打出什么打出一把冲锋枪不要 这要打出M16 那就非常的屌 M16可以直接把这个 这一关的boss 打死啊 满血打死 赶紧子弹是满的 可以满血把他打死 好拿上步枪打一枪 把枪扔掉 刷个无敌 好 逮住 扔过来 再压起身 再往右边扔 左右扔 再压 好的 再扔出来 ok 再来一下 还没死 再来接一个暴摔 直接带走 好这一关运气也不错啊 可以看到 细节加运气 基本上都算拉满啊 因为这一关的boss 没有出过大招 出大招的话 又会耽搁一点时间 因为他会在地上蹲着不起来 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输出 非常好 这个运气也基本上是 可以说是拉满了 除了那个没有刷M16 这儿拿了一个蓄力的棍子 除了没有刷M16 但是刷这个M16的话 真的是要人品大爆发 才能刷得出M16 你就打十把 十把速冲 都不一定能注意把M16 这样M16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小 那具体几率是多少呀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看后边啊 看后边会不会注意把M16 打得这么快 应该是有一把M16 如果是没有的话 那就更牛逼 他就更牛逼 如果是没有输过M16的话 那么这个成绩 还有提升的空间 那就是多刷几把M16 就只有这种想象 好 这提前扔个炸药 全部炸翻 没炸翻的补一枪 好 往前走 马上来到这一关的Boss 这儿的话用枪清 有子弹 看一下这一次是把枪给带过去呢 还是不带 跑起来扔个手雷 没有枪都要了 这还有一把枪啊 这个Boss马云会掉一把枪 好直接跑位抓住啊非常的漂亮 极限的压起身 再压 再来 OK 跑这儿等马云变身 接下来就是错身 Y轴错身 错位 OK Y轴错位的压起身 跑得没有问题 再来 爆摔 这个硬汉 这些硬汉 这个壮汉 压起身是非常爽的 因为它这个爆摔 不会把敌人给扔的特别远 这样的话就砸在脚底下 走一步就可以压起身 非常的合适啊非常的爽 像其他角色尤其是黄帽啊 一下给人家扔到 从左边扔到右边啊 右边扔到左边 一不小心就给他扔到屏幕外边去啊 这就非常难受 但这个壮汉就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它的爆摔 就往脚底下砸啊 使劲砸 砸在脚底下 然后走一步啊 又能继续的压起身 这就是麦斯除了攻击力高之外的 其他非常强的一个因素 这个矿洞非常多的壮汉 用爆摔躲了一个吸顶 这就是爆摔 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刷无敌 爆摔和AB都可以刷无敌 爆摔的无敌要短一些 AB的无敌要长一些 OK 还剩一个 再来 用爆摔 用爆摔可以躲一些伤害 漂亮 这提前奖命啊 一般 之前咱们看的树桶 一般都是在那个恐龙头那 才到达100万分 100万都奖命 那这的话 直接提前了两个场景 好的 往前走 来到恐龙脚底 好的 回头 左右摆拳非常的漂亮啊 这一季左右摆拳 把动拳给摆掉 再来 抓住三个胖子 再来 一套带走 刚才那几个小兵 不是同时进行伤害的 它是先是一个 后边又来了几个 如果不把重拳摆掉的话 后边来的会被打飞 这样的话 比较耽搁时间 这也是非常细节的一个操作 之前咱们看的树桶 一般在这个位置才 讲命啊 达到100万分 这是提前 讲了命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 好 这个血量没有问题 可以直接杀右 麦斯的话 打这一关的boss 要杀右才是比较快的 好的 打掉第一个形态 AB碰一下场 顺便躲一记 他的平A 起身的平A 好 这儿要AB 把他打晕 把U体打晕 不能让他附身 再来 把血量打空 是把自己的血量打空 好 再来 再来 还能来一下 不来了啊 直接 极限斩杀 OK 没有问题 极限斩杀 好 这个血量还可以来一次AB 但是 大神已经算好了伤害了 可以斩杀 大家直接动手 他多BB 好 来到第七关 第七关非常的重要 这一关非常难 主要是boss 之前听接地说他 他们就是练的时候啊 就是 开发打法的时候 主要就是打第七关 利用模拟器 反复的打进七关 因为第七关是整个游戏最难的点 而且又长 非常长 好的 这儿几个胖子 咱们清掉 AB 控一下场 往前拉 拉到最底 可以回头 把炮给打掉 掉了个手雷 非常不错 又是一个手雷啊 这一波可以 手雷清兵还是非常快的 清这些小兵的话 把炸出一个硬币 炸出一个硬币 没有减啊 等一会儿减 等一会儿要过场的时候减 好吧 这一波 清掉的话 就能到达电梯 没有问题 减上 清道具的话 会减少你这个过场的 过场动画的这个时间 所以清道具也是细节操作啊 细节操作啊 细节操作这里边的 就是在那个 够够够三次之前 把除了武器之外的加分道具全互清掉 除了武器之外的加分道具全互清掉 除了武器之外的加分道具全互清掉 可以减少你这个过场的 就是从这个场景到下一个场景的这个时间 这个过场的时间 虽然减少的非常少啊 但是 对于速度来说就是分秒必争 一点点啊 也是时间 只要争议再来到电梯 剪掉 看一下会不会出炸药 一个炸药 两个炸药可以 这波运气 还可以 还可以啊 剪一把刀 回手掏 炸死了 这个炸不死 这个刀的话伤害还是有点低 好的 这个炸药提前用了 要剪一个 留一个不是剪一个 留一个炸药 一会下电梯的时候用 可以快速的清掉两个电梯下边的小兵 剪了个田田山 OK 兵全部清完 拿上炸药 下电梯往前扔 炸两个 好的一个飞扑 哭着一个后边来两个也是 半血的小兵 打得非常快 好 这的话看一下会不会出手雷 几个出了一个 减少 又出了一个 可以 非常不错 再来 炸一下炸不死啊 这个精英怪壮汉 直接往前拉 怎么说 直接是把这个队尔龙也触发了 让他们全部来 我要打十个 就这种 这应该是大神已经感觉到了 这一次的成绩非同一般 所以直接是比较风险的打法 再没有清掉两个壮汉的前庭啊 直接触发三个队友 虽然这样打风险大啊 但是打得快 一起清掉 好的打出一个冰淇淋 备用 备用 冰淇淋备用 OK 剪掉 在勾勾勾之前清掉 到下一个场景的时间就会缩短 好 这六个胖子 应该不会一个一个的打 OK 没有问题 往前走 哎这个胖子怎么没死啊 哇 这个胖子有点不配合 不过还好 这个胖子不会拖时间 因为这小兵 就算你没把胖子打完 他也会出来 好的 剪上热狗 来到最危险的环境啊 第七弯的boss双幻影蓝 哎跳为起手躲飞刀 拉开刷个无敌 打一套 压起身再来 再接一个爆摔 OK AB控一个场 哎打晕了一个赶紧接伤害 好的打两套 打开 AB 躲了一个平坎非常不错 再来压制起身 好 AB再控一个场 再用AB躲了一个大招 非常不错 好 干掉了一个 那剩下一个的话就非常清楚 对于大神来说 压起身 哎又爆摔啊 这儿的话不然就被打了 爆摔有无敌 OK再来压制起身 再来 接一个飞扑 给你刷个无敌 为这儿非常的细节啊 非常的惊险 这boss扔了个飞刀 飞回来了 不然的话可以 提前零点几秒把他干掉啊 这跳为躲了一个飞刀 最后以及平 收下boss的人头 OK来到最后一关 刚才第七关的boss可以说是打的是非常的完美 除了最后boss扔了一个飞刀 但这个就属于那种不确定的因素 可以说是已经达到极限了 已经达到极限了 两个雷 这一个 接一个ab 回下场 再来还有个手雷 没有要 直接往前拉 赶时间 直接往前走 再来一套 直接带着这个大疫情 好的小兵 小兵也非常配合 在背后没有搞小动作 好的下下水刀 时间已经来到了15分10秒 非常快啊 打得非常快 好这儿用爆摔躲了一击冲撞 反应也是非常快 这就是爆摔的作用 好ab刷个无敌直接战路 刷上无敌之后 你就是大肚子 无敌的 往前拉 你扑死 差一拳 给一个ab带走 往前走 这就是打的越快 往前走的越快 往前清掉门里边的小兵 好 雷 看一下 一个雷 好简直 应该是要清下边 水里边站的这个 这个兵的血量多 OK 直接一个手雷带走 好的 来到最后一个场景 看一下这个箱子 应该是 会出一个 M16吧 看一下啊 没有啊 没有出 那这样的话 还给这个 记录留了 一丝丝的悬念 要想打破这个记录 就要 全场打的这么完美 然后 至少出一把 M16 在刚才那个位置 或者是 第7 不是第7 第4关的 获子之前 出一把 M16 这样的话 都是 有机会的 但是 这个几率太小了 几乎是很难打成 好 看一下清掉这4个壮汉 就是最后一波小兵 现在时间 刚好 16分40秒 好的 清掉最后一个壮汉 拿上枪 这个枪要带到boss的 位置 好最后一波小兵 这一波小兵 都是 一管血的 可以直接 一套打掉 OK 全部清掉 跳一下 躲一下刀 好这鞋也不剪了 可能是已经 意识到 这个成绩 已经是非同寻常 已经打到关底了 非同寻常的成绩 现在才17分 10秒 好的 把枪扔掉 好直接开始打压制 暴摔 压起身 这boss有点不配合 怎么反方向走呢 你看 还来啊 两次不配合了 再 再来一次 OK 直接没给机会 三套 先带走 拿上枪 等他变身 把枪放到 合适的位置 OK 等他变身完成 他还在说话 OK 这要变身完成了 先打一套 再来一套 刷一下 无敌 冲过去 暴摔 摔开 然后拿上枪 打空了几发子弹 但是应该影响不大 把子弹全部打空 OK 刷上无敌 冲过去 打上一套完成终结 最终 通关时间 18分01秒 刚才还说的是18分钟整 多了一秒钟 不过影响不大 这个成绩已经是 非常非常的极限 非常非常的完美 之后要想再打破这个记录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 必须要 运运气好到爆 好到爆的那种 OK 那咱们这一期的视频 就给大家 录到这 有观众说想看这个 通关的动画 那咱们就看一遍 最后就 只剩下了一个 穆斯塔法 也就是这个黄帽 没给大家录了 那后边的话 就是这个黄帽的 速通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